接着来看到地方新兴产业的观光问题 花年线观光产业发展近几年是多元化的来进行 有的业者更是推出了沙滩车的活动来揽客 不过造成了环境破坏以及游客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业者想要生存的空间也要必须的顾及到 因此业者23号的上午 花年线议会特地召开了专案会议 邀及各相关单位寻求解决的办法 23日花年线议会召开筹组沙滩车产业管理方式专案会议 召集人杨花美县议员郑宝秀 邱光明张美慧列席关心 花年西以北是花年线政府管理 花年西以南是中管处管理 那所以刚刚讲到花年西以北大概19家 然后中管处管理大概两家业者 那主要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就是说 我们在到底在现在设案车的这一 我们就以设案车的这个例子 然后来讨论沙滩车这个产业在花年 是否应该要更有积极性的管理的方式 还是任由它市场机制的销涨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定调 在这一次的专案会议中也邀请中央机关地方管理单位 对于沙滩车业者使用到的国有土地或保龄地的法则进行说明 如果说它是有破坏到保龄的功能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护究造理的 那这个是针对于现有和现有去做一个补救的措施 另外对于如果有新的路径出来的话 如果有新的路径出来 然后如果有破坏到林木的部分 我们将会积极的收贞 然后以具生理管来做开拔 新行为的那个破坏的部分 我们会以具生理管来做开拔 那当然这个除了林木过来之后 如果有善用到保安林地设置设置的话 我们也是会以具生理管来做开拔上 第一个假设它有明确的窃占行为 我们会以行事的方式去做移送 那另外就是会以民事的方式去要求它可供反观做处理 那当然在这个处理上 就是看账美员他有没有提员来做处理 那在清查的部分 其实目前大概我也请同仁清查了 目前沙灵车的业者 目前在处理上是没有借到他们来申请合法服用的方式 这种案件 那再来刚刚主席有提到所谓卫生地的部分 卫生地的部分 它其实照国商法会里面都属于国有的有地 那我比其实这一块的范围它比较特殊一点 是在出海口及沙滩和法庵的范围 那其实未登陆地 其实我会建议说在后续是 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登陆 那如果登陆成果 然是在管理上面的话 那后续的处理其实会交到迷路其实 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 已在8月5号修订沙灘车管理办法 要求业者不得行驶保安领与行水区 但该如何降低阳城对环境生态的破坏 县政府也提出修正办法 那第二部分针对刚才有提到 这国有国产署这边的讲完提到有关这个 沙滩安的这些未登陆土地的一个部份 那这未登陆土地 我想之前开会的时候 这国产署也有提到 这个非保安领范围的这个土地 它只可以依照相关单位向 这国产署申请助用 那它可以来申请助用 代表意思就是像 包括我们现在那边的几个业者 以及他卓祖的协会 他们可以来跟国产署来申请这个助用 国有财产署也表示 建议在后续可以做一个登陆沙滩使用的范围 国有财产署在管理上后续的处理会比较名副其实 最后决定请农业处林务局盘点生态造林富裕 并要求观光处建设处对目前韩湖地带 向国产署申请未登记土地放租管理 希望中央地方一起整合制定完善的规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